下一題 兄弟二人何題目棒 這有什麼兄弟二人兄妹二人很多 這個題目是兩個人挑一個東西 還有一個題目叫做一個人挑兩個東西 有各式各樣的變形 什麼橋樑啊 什麼兩個襯上掛個板子放東西啊 都有但是意思都一樣 這個叫做兩個人抬一個東西 等於叫會有一個一個人抬兩個東西 但是做法其實想法是一樣的 請問你哥哥要適應多少 八讀 哥哥往上施列S 弟弟往上施列Y 抬的東西叫60 然後他說你哥哥0.5公尺是50公分 你只要單位大家都用一樣就可以了 你可以多用公分5150 你可以多用公尺 0.5公尺1.5公尺 只要你一致就可以了 畫圖 然後 帶入紀律平衡的條件 什麼條件 合力要等於0 合力起要等於0 因為合力要等於0 所以上要等於下 主要等於右 因為合力起要等於0 所以順順中會等於歷史中 但是一樣 要算力起要需要什麼 支點 誰當支點 誰當支點 誰都能當支點 放哥哥可以 放弟弟可以 放六十可以 放在中間也可以 通通都可以 通通都可以 那我們來 放在一個我不想算的地方 弟弟我不需要算誰 弟弟的Y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放在Y上面 這樣Y就沒有立舉了 Y就不會有立舉 可以省一個市值 好 合力等於0 上會等於下 N加Y會等於60 支點放在60最右邊 誰當成40中 S 直到的歷史中 60 利幣 S利幣是150加50 就是200 兩公尺 下面60利幣是1.5公尺 150公分 所以列式 40中利局等於利時中利局 利幣乘以利 等於利幣乘以利 然後就可以算出X了 就不需要第一道四指了 第二道道往上歪的 往上往 答案 出 答案請出 OK嗎 兩個人抬一個東西 兩個人抬一個東西 兄弟二人 兄妹二人 隨便 加上兄妹二人 BLABLABLA BLABLA 老妹往上抬多少 一樣 請你先畫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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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往上抬 妹妹往上抬 掉一個東西 然後帶入 合力等於0 合力局等於0 合力等於0 合力等於0就是上位等一下 左位等於右 合力等於0 要是不是裝 等於利時裝 可是你要算立舉的時候 你需要支點 你這樣才會有利弊 因為利弊是支點到立心的垂直距離 那誰當支點 我說誰都可以 我說誰都可以 誰都可以 然後就往裡面打 到他合力局的裡面 那我的習慣是挑在一個 我不用算的東西上面 可以省我的事情 我就很快可以把它算出來 那就把它 啪啪啪啪 簡單的計算就解決了 簡單的計算就解決了 那請問你他應該多少 來 可愛 大美女嗎 不對 大帥哥 大帥哥叫做 三四號有嗎 有 三四 在我旁邊 大帥哥 在我旁邊 在旁邊 沒有聽 你的答案 你不要跟十二號一樣 跟我說不知道 勇敢說不 不要亂揮手 揮手自己去 快點 真的沒有答案 五 四 三 二 多少 B B喔 請坐 你聽從 別人建議答案選B 老師說第一步幹嘛 畫力圖 然後呢 合力等於0 上等於下 X加Y等於50 合力圖等於0 四十鐘等於歷十鐘 可是我需要支點 我找誰當支點 我要求妹妹的台力 所以我誰不要算 Y 所以我要把支點放在誰身上 把支點放在Y上面 然後誰造成四十鐘 X 誰造成四十鐘 五十 所以四十鐘等於歷十鐘 利弊 六十加九十一百五 就是X的利弊 五次利弊就六十 所以利弊乘以利 利弊乘以利 四十鐘等於歷十鐘 後面就數學 答案就B 我們就錯了 OK嗎 OK 很好 沒有